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聊的是 最近这个 央行打炒房嘛 其实蛮多 建商都在紧着的 来人数几栋啊 然后跟成交量锐减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通常这时候 大家应该会为了要成交 寄出一些方案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 大家都紧着 就没有人想先退一步啦 民众在观望 建商其实也在观望 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建商没让步 新案来客写新低 溢价人不到一成 根据统计数据公布 最新预售屋市场调查 9月指标建案平均来客 每周约21.7组 平均成交每周约2.3组 均为今年最差表现 不论是市中心淡黄区 或是新兴重化区 都是乌云密布 低压笼罩 那专家就指出 由于买气下滑 代表北台湾新建案市场 概况的驻展风向球 9月分数跌落至49.5分 为今年3月以来 所次未占上50分门槛 灯号仍维持绿灯 预售推案方面 9月虽人余千亿元 但已较上月下修100多亿元 进入928档期 按量反不及7月与8月的暑期档 建商明显赶到苗头不对 该踩刹车 新城屋案9月紧约200多户 面对银行房贷满水位 央行现贷规范 囤房税2.0 三道井窟咒 城屋预阵乏力 新案多因 先建后寿 没有太多本钱拖延 或是担心后续房市变数 更多因而推出 9月代售建案数 与上月持平 共902案 先前房市热潮余温 尚有一定去化力道 但新竹地区 台北市 桃园市 已出现代售案量增加 这些区域各有房价偏高 投资氛围消散等因素 结案情况已不比前几个月 虽然买器已有所迟疑 但溢价率还在一成以内 近年各项房市危机 鲜少看到建商在价格上让步 顶多是开价不再创高 目前建商和买方都还在观望 专家表示 先前调查 双北 基隆市 桃园都有指标大案 赶在今年底亮相 但建商乐观心态 正遭买器 泼冷水 入秋之际 央行一记回马枪 后市难乐观 新案是否多有 严推陈观察重点 现在的情况啊 就是大家都跟着嘛 这几天啊 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人就问那个央行总裁 就问说 那12月底会有第八波吗 他只讲四个字啊 就是言之过早 他的意思就是 他还是会 看现在市场之后的情况 然后去调整他的步调 他这个东西就是 他也没有说死 他也没有给一个答案 或是一个答复 我觉得这样子 就会让这种害怕跟等待的心情 会延续更久 就会变成你前几则 有讲到的那个换跌 每天都觉得房价都在跌 就不会想要进场 现在就是每天都觉得 好像不确定 就不会想进场 每天都觉得 12月到底会不会来 就不会想进场 就是会这种情绪 可能会延烧很久 像不就是 你看我 我看你 你看他 就是我们譬如说 三个朋友 我们三个 要出去吃饭 你要吃什么 随便啊 你看他 那你要吃什么 都可以啊 看你啊 就互相看 然后跆拳 看来看去 然后譬如说 那我们去吃什么好了 不要啦 那个不好啦 不然要吃什么 看你啊 我现在市场 还在演场默剧 就是相看量无言 对啊 建商他不降 他在等嘛 他还在看市场状况嘛 买方不进场 他也在看啊 会不会有下修的机会啊 还在看啊 那央行看看 你们到底要弄什么啊 对不对 那我在看 我要不要第八波啊 就大家互相看来看去啊 他是渔翁啦 对啊 是不是 那我们之前 不是有讲过吗 其实最怕的 就是观望跟等嘛 对啊 对不对 你确定了 要怎么做 那大家会有 因应的一些方法 或是会有一些心理准备 或是我就不要了 对不对 但是你好像 还有流友 就是话没有讲完 对 他就是这个感觉 这么言之过早 超讨厌的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叫人家 就是互相猜啦 那比如说你看嘛 举例来 我讲说 那个 你知道吗 那大家不讲话 对吧 就比如说 好 那那个 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有个很好笑 那你知道吗 那个 然后他就不讲了 很讨厌 那这样会不会觉得很烦 那你到底要讲什么 你赶他讲嘛 很烦 而且我现在觉得 现在这个投资课啊 现在没有好玩了嘛 就是观望气氛那么浓厚 对 他们可能会就是私下 对 可能开个 我们不要讲赌局 这么难听 对 可能会互相提出自己的观点 对 就可能央行低巴坡 什么时候会出来 然后大概会是什么内容 对啊 他们用这个赚钱 没有啦 现在已经听到很多 也有专家有在讲啊 预测第八波会怎么样了嘛 对不对 预测归预测啦 但是央行总裁自己讲说 他也还在看嘛 所以每个预测 他可能也许都会参考啊 就看看市场状况啊 对不对 那反正现在对于投资客来讲 他也没有必要忘啦 他就是先休息啦 对不对 现在反正贷款又拿不到 对 然后你现在看起来 大家都是这个价格还咬着嘛 也没有要降嘛 对不对 那投资客也没有一定要进场啊 对不对 你先不要讲建商啦 你看像城屋市场嘛 现在有一些有部分 就真的比较急的 他有微微调整了嘛 就是有松了啦 对不对 那大家也还在预期说 之后的交屋潮出来 是不是会更松一点点嘛 都期待让他这个价格 是稍微能够下修 所以大家还在期待啊 那建商也在看啊 如果价格有松动 你买方就进场 那我有我的因应措施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价格都松动了 你也没有进场 也没有人进去买 请问我降价要干嘛 对啊 那我建商 我不就是等等看看嘛 是吧 那大不了最后最差 我就变成是先见后寿嘛 对不对 这个风头度过之后 那也许先见后寿 就是我还可以选择的路啊 那央行就看看 那你们到底我这样子做了 还有没有投资客要进场吗 我觉得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说 如果说价格有稍微微微的松动 比如说5% 10% 我觉得政府跟央行都会很高兴 那就是好像有个成绩了 那你说量现在的状况就是银行 他想给你量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现在银行 汽车之后还是卡着嘛 就是要等时间啦 那明年就可能这个状况 又会慢慢变好嘛 对不对 但是你也要看明年 这个辛勤安身带 跟首购身带状况怎么样嘛 对不对 如果说是爆量的话 那当然缓解的程度 可能有缓解一下就又回来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真的慢慢有缓解 那房价也有看到一些下修 那我觉得 这个有机会就比较松了啦 那你期待只去看建商 可能有一点点难啦 但是这个有时候是互相的关系啦 比如说我今天预推的新案 我新案的价格 是有降价的喔 中古屋的屋主都觉得说 如果说真的建商 预推新案降价 他才有可能啦 因为有的会觉得说 新案都已经价到这个价格了 那我有可能会想降 那其他的中古屋觉得 那间中古屋价了 我可能会跟着降 有这种可能 有可能是由预售物带动的 那也有另外一种状况是 假设我今天乘屋 就是我比较急的 但是要急啦 他愿意降价卖 那降着 就旁边的其他的中古屋 看了觉得 好像有人在降价 有成交 那他也跟着降 那这个降价 慢慢也会影响到 这个预售物市场啦 但是这一次会用哪一种方式 不知道嘛 就看谁先嘛 对不对 那但是对于这个建商来讲 他们这一波 我们之前有讲嘛 小建商除非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急爆了 他才有可能降 他降的幅度也是有限 因为毕竟土地取得的成本高 他取得的时间也是比较近嘛 对不对 那大建商 他土地取得的时间比较早啊 成本又比较低啊 然后再来是他有财力啊 他有办法去做价格的修正嘛 对吧 所以这种市场派的大建商 你看他有没有动嘛 对吧 那当然市场派的大建商 现在也在观望这个市场啊 嗯 就是假设如果说 这个时间中古屋降价了 就中古市场热 那进去买中古市场的人 也都是用心情安 价格在在那个范围内 那我的预售屋 是不是有一定要降价的必要 他也会去思考啊 因为你可能会来买预售屋的 可能是你觉得中古屋 你看不上 嗯 你手头有多一点点 所以你想要选好一点点的 所以我也许不一定要降的那么猛 我刚好做一个市场的区隔嘛 这可能是一种状况啊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状况是 如果说今天城屋降了 然后呢 诶啊城屋的买气没有特别好 大家还是来买预售屋 那有可能是 大家觉得这个预售屋的这个新房子 他比较喜欢 嗯 那现在这个市场是可能真的 手头比较紧的 经历过这一波啊 这个动荡之后啊 即使是价格降下来 他也不敢进场了 敢进场的 可能是手头有一点点的 比较有一点点的手购组 那他有可能会进预售市场 那他这个时候 可能如果说只是差一点点的话 那建商会不会给一点点 小小的折扣 也有可能会 因为你毕竟 中国市场也没有量嘛 嗯 所以这个很难讲 但也有可能 反正你们都来买预售 我也许不降价 所以不一定 现在的状况还不一定啦 就是还是要再看一下啦 也不用太急嘛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的状况是你先不要讲说建商马上会调整啦 你要先看中股市场有没有做调整啦 因为再怎么样讲 只要是建商 他还是有一定的承担能力啦 嗯 对他还是比较能击嘛 当然我知道也有很多屋主是很能撑的 实力很够的 但是这段时间这么多人进场的话 一定有部分是没办法撑的 他当时可能就错估了自己的这种 如果这种没有先动 你要建商先动 有那么点难啦 真的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降价不降价 其实也不是考量最重要的点啦 如果说降价你就买 不要只是你一个啦 整个案子买完 那我大概会有降的幅度嘛 就是说我不可能降了赔本嘛 那降到我可以能够接受范围 你们可以一下帮我秒杀 也许有的建商会能够接受 嗯 但怕就是我降了你也没有要买 那我降来干嘛 嗯 更何况前面几年我有赚到钱 我现在还能撑的状况下 我这么急的降要干嘛 对啊 好像自己产品很不好 很急着想要有人来买 对啊 而且再来是能降的 你没有看到那些蛋壳蛋壳区先降 我比较不错的蛋白区 甚至蛋黄区 我干嘛先降 或者是品牌很大建商之类的 对啊 所以这些都还不到 我要愿意降价的时间点嘛 对啊 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市场状况 要去酝酿嘛 达到这样子的状况以后 他们才会去考虑啊 但是考虑的话 一定也是市场派的大建商 他就会突然有些动作啦 至少以往的经验是这样子啦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还是再看一下啦 虽然这个我们再重复讲这 有很多专家讲说 第四季要冲的进去啦 但我觉得第四季还是你先观望一下好了 对 因为毕竟还是买房的金额也是蛮大的 你是小白的话 有没有必要去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这个还是要自己评估啦 对不对 风险是 当然是越低越好啦 总之呢 所以就先不要那么急 第四季有没有 你先看一下 不要说都不理啦 你还是要关注一下 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市场的变化 那自己先准备好 该出手的时候 你就可以快速的下手了吧 对不对 没错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凡老吉 Bye